晃得一声整个监视器镜头左右摇晃 旁边建筑也震了一下持续晃动 在转到室内画面晃到模糊 先左右摇又上下晃 同一时间鱼缸水喷出来 鱼被吓到四处乱游 差点被震到位移 另一个大型鱼缸更明显 至少持续30秒以上 就在21号晚上6点49分 花莲寿林乡发生瑞士规模5点3地震 有两秒钟的地名 突然整个房子在里面 刚很紧张 刚开始先跳很用力 然后再跳跳跳 然后客人也很担心很害怕 不过这间火锅店的客人 倒是很淡定继续吃锅成酱料 但店员不敢大意 两人一组赶快去扶好大门 这起地震的深度大约20公里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上面可以看得到 在花莲市区 大概震度有达到四级 那整个北台湾中台湾 其实都是可以很明显感受到这个震动 就连双美式高楼层摇晃都很有感 还好全台没有传出灾情 不过倒是苦了 等火车的人 时刻表共四个车次都闪红 备注晚到最慢的还晚了18分钟 旅客也只能在大厅继续等 就连桃园机场捷运也被影响20列车 共计1万名旅客 地震中心说未来三天不排除 还会有规模4.5到5的地震出现 民众还得多加留意 TVBS新闻众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